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很难想象 其实他是整治安逸 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给人留有希望 都能站出来 这五个队的人 他们就可以生起 星星之火 还足以燎原 小鑫 小鑫 有灭 小鑫 是 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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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鑫 小鑫 大鑫 尽 相比2018年,失去CAP的Fanik在赛期之初遭遇了一段贫瘠期 但随着团队磨合日显成效,Fanik再次找回了豪门的自信 春季赛季后赛,Fanik不DOG区区第三 但是他们在夏季赛满血回归 在两个BO5中都与G2激斗到决胜局 作为与G2实力难分伯仲的宿敌 Fanik依旧是全球总决赛舞台上不可被忽视的一支敬礼 这个猴子两边都不打他,让乌白雪 哎,Fanik依旧拿得下来 Rosa拿下来了,在那边要先查盖伦 盖伦跟猫咪哈瑟比较肉转的自信 在Fanik依旧的选择,小胖他的一血 SK的战斗一行更长期,飞后就跳了过来 Rosa掉了一个,哎,没有击到 爆炸球,我救了他 招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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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踢了 有机会,盖伦这边,盖伦这边应该没了 招踢了,先给个大招保护一下Apple的 那个赛已经被秒了,盖伦也死掉 这一波的话,本来这个大伤 这边要被欺负了,又破败了 这波感觉要单杀了 感觉Apple应该是没了 这个闪现感觉都不用交了 你个泰国的 要打他,要打他,一招 都到Apple,又没闪现,又没下车 直接被秒了,一个核心没了 Apple的一个组织炸死了 小胖又开了大招 这里瑞兹开车,带队友先撤退 开车,好像已经交战了 泰坦没有闪现 泰坦这波是必死的 大招还在,这波SD也想打 泰坦飞格已经跳了过来,直接给飞个大招 空中的王僧,但是一脚快跑 这个载身船长已经阵亡了,这波可能要溃败了 如果死的话,可能大路都要死 NAMSET交出自己的技能 感觉有点难,打出一个护盾 可这还要追,最后一下闪现过来 被招的一个杀到 NAMSET是一个弹血 完成这波反杀,那招的话 打也不在,SD可能对这个大招就没有想法了 阿卡丽他正面 他后面是正面了,正面一勾没有勾到 没有勾到的话,SD也没有先手手段了 而且是想阿卡丽的 不过阿卡丽已经交了TP 这波正面,孔子卫生是一个乌大招 不要把这边悬量有点低了,不要把这边刮一个乌刀 但是太太已经死了,雷克斯也倒地 船长也没了,NAMSET反来一步 看着的话,有一个烟雾弹已经突入了 这波全没了感觉 还好有一个大宝剑斩张的盲松 但是NAMSET是要精神等死的 这个天使现在战斗力太强了 Yumi说,盖伦哥哥带我走 SKG的3C 回向了两架杀杆哈利可以有点缩 还要追,盖伦 Yumi的残局能力非常之强 但是没有了盖伦,Yumi还是强行换掉了凯尔 被放纷争了 Yumi这波伤害很足 但是凯尔看着不来,这波盖伦在正面 这波SKG的正情 没了,三宝剑斩张错了 诶,什么意思呢? 这边还可以杀不动 三宝剑斩张 但是小炮这边敢不敢进场 太多 这波是可以了 小炮了进来 哇 凯尼的这一脚,太漂亮了 想换飞可 但是好像没有机会差一只血 再死了,飞可活了下来 呃,这边只能是Yumi附着在雷克战身上赶紧溜 这波大宝剑出失误了呀盖伦 哎呦 但是Yumi很强 穷空我追啊 这波怎么说 我揪追 我揪 还错了 三次追啊 减速给到了 直接用R技能加霞阵逃生 但是REG的跑得好快 你这边有机会 猫咪空到了 中卡没了 中路都要没了 传下了大招 哦,一个大宝剑 但这里你留下了四个人来杀人 给一个TP 还可以,保住了水晶 有机会呢 还想再追 怎么说 博尼克这一波打得有点漂亮 踩底的A头啊 Yumi在这个时候很强的 是的 直接叫闪现 闪现过来 哎呀 这头子一个都没办到 直接反强到了反打 啊 飞火这波的操作看对了 而且他在闪现被动 定住了对面 猫咪来了 大哥来了 有没有机会 但是这边牵势啊 小胖推走了 来了 人子也没卖了 飞火这一把打得太好了 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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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太有人绝望了 这本来的 最后一波的决策是非常精彩的 对 这一把讲道理 我们明天感觉到 上也有些差距 对 在个人实力上上也有些差距 啊 李哥这把也是完美的 王李哥太强了 哇 我这个让人 胆寒的那个感觉 我告诉你 是 完美开着啊 就你给我随便选个英雄我都能玩 这种感觉 二号种子RNG 在今年春天过得非常不顺心 而这也让他们在夏季赛破釜沉舟 最终冲进决赛 锁定全球总决赛名额 虽然败给方达斯区区亚军 但拥有着丰富大赛经验和老将作战的RNG 仍然可能在这次比赛中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好 小虎也是在追着琴子拉在锤 对线上中两条线都打出了一些压制的效果 要招闪了吧 要招闪了吧 旁边有NOC 有NOC要帮忙 还想勾约 哎呦哎呦 巧红 巧红 刚才A红的话这有了 感觉巧二红算的 刚才A红就有了 上头了 上头了 这波好想勾约 想先去上这边是完全没有视野的 这波可以 鳄鱼有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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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慢慢闪现W 闪现W 这边Q到 走了 这个TP取消不了 这下来6级新德拉 新德拉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狼心有6 狼心有6要把开大追了一下追到两个人 在这边OZ马上赶到了 他没有闪着 他能给到 NOC就在旁边 NOC这边没有6级 先秒到这个新德拉 NOC过来还想打吗 打不了了 这波RNG又是差打 但他想了 走到 几个大招给点燃 倒够拉到 小米这波先过打很快 要差1分血 开了个秒秒 落倒了 小米活了下来 而Cody桑这边的血量也比较残 不过身上有闪现 应该是没什么危险的 但上路狼心这里很危险 准备掉了自己的大招 没闪到狼心这波很危险 被恐惧到了 Q7回头龙血 但是还是难跑 要不算太过来 这波要越 越你的塔 还要把你那个E塔拆掉 这波才能 但是这波要TP 孙哥 先秒一个可以 没秒掉 没秒掉 这波要小心啊 小大招 有闪有闪 有闪 游在这边直接反打 直接给大了天使 但是这个羽毛的位置 倒过不到人了 只能后撤 现在是蜂龙 忽女这边想骚一下 小米走在前面 这边踩了一下 小米的位置有点危险 还好他有大招 忽女没秒了 LiRA的话也是开始闪现 什么都没有扫到 狼心还有闪现可以追吗 G 击过来一个NOC NOC没有闪现 应该是必死 但是喀萨也被秒了 两边大家互换 那这个龙应该是有了 是大鳄鱼 要飞了 先是跟沙子自信人 这波可能是CG的一个机会 先秒一个地前一杀到 但是狼心的下还有大招 倒过拉了一下 故你被拉的晕了 这波要打 茅藤这波要不要打团呢 大鳄鱼下来 大鳄鱼 狼心没推了一下 牵直给大 踢过来谁 踢过来孙哥 孙哥能不能秒掉 孙哥也被秒掉 这波一口凯冤回血回了起来 鱷鱼是宝壳的下来 不敢强打的 这波差点拔 乌尼快变大了 这波要小心 落台了一下 机型要不要交大机 这边天使没给大 这波要小心 只拍到了一个鱷鱼 虽然还好 狭口径大招开出来 这波在上岸中 新的大没有被秒掉 但这边的话LiRA怎么办 正面是打不了的 乌尼被卖了 正面团战RG的阵容 还是更好打 鳄鱼飞上去 看到了一个残忌的NOC 怎么办 能不能追 反正拉了一个红区 QG能打到 他没有打波胡盾 配合防守的QG能 收掉了NOC 这波U在上岸太高了 他把对方的后面 跟前排阵型给打散了 正面开里面小团 正面带着大罗马不开始推 对 跟我来孙哥 孙哥姐姐没了 可以上高地了 高地没了 那基本上难打了 因为下路鳄鱼还没带线 下路的二坦肯定要被推掉的 是 中路他也会 也要掉 中路高地也要掉的 下路也拿下 两路高地跌被拆掉 还要推吗 这波没过来 黄森能回来 这波要出了 那这样的话 推到了水晶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这波非常转 有水晶有双招的情况之下 都不怕了 可以上了 直接往上走 小明又在卖 尖续有大给不给 这边就差的 击了过来被背后了一下 小心击过来 击过给新娜 新娜被杀掉 鲁仙也没了 效果这边无压力输出 打出一个春哥 NOC的春哥只能等死 忽宁也是跳在了泉水里面 又再拿到一个大杀特杀 还想继续的追击 那算了吧 这样的话 推到门牙 就可以顺利拿下 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一把RNG的表现 除了一开始 有一些紧张和上头之外 在中后半段 是让我们看到了 RNG强大的一个运营能力 是 非常的强 而且狼情在世界上的首战 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对 贵为未免冠军的IG战队 本赛季一度站在了悬崖边上 不过他们最终冲破重重阻力 成功突围 杀入全球总决赛 本次大赛 IG也希望复刻他们在2018年缔造的传奇 这一波是怎么被勾的 跳到脸上了 啊 这个JK太大意了 Rookie要被踢了 这一波应该是没了 对 哎 船长还把大招 闪现勾 但是这个位置 这一波是IG也可以打的 这边杰子先纯了一套Rainbow Rainbow招 杰子招闪现 船长大招也落了 这边可能打一个先手 W技能没有打到 这个W技能没有开到 现在还有个大招 不太敢上 先打一炮 有机会有机会 等九猫 好一技能过来 直接炸 哇 但是可以追可以追没关系 还好还好 没关系 而且野轩 旁边有人在转buff 转到一个落三的 大起来有机会挡住 能不能秒掉 漂亮 六四开 六四开最多了 最多 有危险 还好W没打到 追攻阻地打到的话就没了 不过旁边宝兰过来 救援一下 要小心Rainbow Rainbow来了 要去JK 但是队友帮忙打了一下 炸的不是特别好 炸到这个脸上了 大战的话 Rainbow反而自己走了 被炸 被炮打了一下 差一点 乐颜交闪现 跟异性能撞死 一块一 一块一 寒天留人吗 这一招 这一下把泰坦给垂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对 王僧进来想打 但是罗赛战斗力很强 又是一炮打到队 哎 这里没有勾到 现在其实就瞄准这个泰坦杀也是 比较力秒秒 大家都被骗掉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一波开团是很不错的 这双泰坦 哎 这泰坦的干嘛 爱泰坦里面一打三打起来了 这边要小心啊 自己要被秒了 被打一个杀到 这一波有点脱节 双方最后做了一个一换一 这个 这个三二打龙很灵性 这个艾口被扎住了 杀打龙非常灵性 顺便去杀泰坦 阿卡丽进不了场 秒掉了泰坦 没闪现没大胆 这边直接转大龙要做视野了 哇漂亮 这边在旁边 那儿踢过来那儿的东西 情况很像一般 先打 打野打野被杀了 王特达尔直接接二人车的 惹善人家追着阿卡丽在捶阿卡丽 被破交大张往后溜了 那在里面泰坦也被秒掉了 那正面泰坦也倒地 只剩一个卡沙 EC这次的一连 不会再出问题了 这波Kill 那的话直接一波 都不用打龙了 这个 没什么机会了 直接拆就行了 好 我们恭喜艾迹 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 LMS夏季赛 J-Team终于杀出重围 以全胜之资奪得冠军 打破了FW多年的垄断 这支承继了S2世界冠军 TBA光荣过往的战队 在过去三年中折戟沉沙 如今终于获得了参加全球总决赛的机会 作为2019年LMS的最强之师 J-Team将承载LMS赛区的希望 参加本次全球总决赛 来了来了 看小天的节俭谁做先手 那这边努力把先往外顶 先扛了防御塔 小天先扛节俭 截到了 那这不应该是个必杀之局 小天吊钢丝 躲掉一下防御塔的伤害 这边没什么想法 来 下路一个刀勾到这边 勾到了 这样有点危险 赶紧往后拉 这边刘金松过来 帮忙吸收一波伤害以后 自己也必须往后退 但是蜘蛛正在赶来 在赛掉手中感觉要遇到了 先戳了一个针眼 看到了哈娜黄套 哎 下来撞到泰坦 这个位置后面兄弟先来了 小天的节俭截到了 终于被开车 直接空中把可拉给秒掉 哎 这一波好像窥炸了 这杜鹏是不是没吃到啊 这个钱 考拉我感觉这波失误的有点大 他 我觉得第一波皇子没上 我刚刚想讲 就是有可能忌惮加疗的位置 那可拉 但三人的大招还没有好 只能靠留轻松 先走进去 这波泰坦直接先勾勾到后方的一个小天 哎 这个位置 感觉考拉又有点犯 在虽然风龙已经被保住了 另外两边AD对点的一个情况下 小B车波林尾翔知道了道沟 最终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大招来做位移 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战场 EQ挑起了DWINB后 加里奥的大招 AD是有人叫了闪间 拉开这个位置以后 小B这时候AD还在 感觉放不上这波接不了了 小B的战斗能力感觉还是比较强的 持续一直在给输出 考拉这个位置 虽然被刘青松打了一套 但是最后能够叫闪现死亡闪 死亡闪过强 还是被代付的便宜击杀了 这一局我感觉我心中慌的程度是远大于IG AHQ的一套 你怎么都觉得IG游人有余 就感觉输不了 我看到上路的下一个走位在小B的时候 这把下一个团打输 咱们三个就要想 不是道歉 咱们实际点说 这把下一个团打输就要想 怎么安慰FUNPLUS跟观众了 就要说这个第一次参加团队 在输一局很正常没关系 你看今天DWG也是了嘛 小三联兵对吧 在DWG是三号呀 那怎么了 哎呀你别人就别人 人家也第一次去 我们也第一次去 这不应该是正面逼过来 那这样三人就是从正面撞 咱俩已经在埋伏了 来一段时间怒气很不好 下来没抢到龙皇子一颗回来 这团队这边开起来 开的正面还行 想先表一个考拉 考拉摆给了 下面那边也被逼出来 公子和点 点进轮回绝境了 闪现一口小天子里面 想要 强杀小D 小V但是被盗哥拉了都满了 哇 纳尔还在疯狂输出这个位置 没有人管纳尔了 哇 这时候阿卡丽进场以后 感觉军攻这个位置 杀不掉哈娜了 哈娜交了一个闪现 轮回绝境最后是点了一个肉皇子 感觉这部团 方布拉斯是打不一颗 缺手出牌出来 一定的没有拉到这一握 没有握到另外一边 纳尔是拍掉了DWG 最后一个小盾 最后爆裂球果 把DWG一起点回来 贡斯科那个轮回绝境没点到 抱歉我刚才看到他点 我以为点到了 但是应该是 那个齿的动作都出来了 结果距离差一点点 哇 这太可惜了 那个轮回 哎 大龙把哈娜杀了 但是没有人可以过来啊 没什么机会 应该没什么机会 刘青松这边来不去 来不去 太远了 哎呦 这波说实话 我觉得已经开得很好了 对 先秒了一个泰坦 但是 而且真的是贡斯科那个大招 没点到太少了 哎 勾销失误了 跑来兄弟 可能要给点机会 被鸡飞 看来这位置比张脆 共同一个一篮 就两个人 而且小微这边是没有大招 所以他们再敢上前输出 再回着纳尔 减速到了小天和林伟祥 想控三火龙 想控三火龙 这是翻盘的好机会 对 这波必须逼JT过来打 JT这波小V是没有大招的 不敢打呀 这波JT目 就最多皇子去抢一手 但这波就用命抢 下去 抢没抢到 拉回来 直接逼龙吧 因为小纳尔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范普拉斯知道不能坐以待地 这可能是关键的一波团 哎 皇子走进来 被打闪 在安开车撞到墙壁上了 自己把绝首给触发了 而且纳尔应该是马上就能积攒怒气了 这波也一直在找机会 他现在一直在中路想带兵线 来去继续牵扯一下范普拉斯的兵线 有点可惜 这波86刚刚这个过弯 要平了 结果范普拉斯不管了 结果要打了 结果要打了 闪现过来 讨访到想秒风风 波波的孙武交出来了 这波想的稍点简单啊 是的 因为这个控制没有办法续满的话 控制时间有点短 而龙哥的三出力有人在白打了 闪现下进攻 进攻可能要被秒 将来要带来进攻闪上去 龙 龙是谁的 两千曲 没有人在那龙 怎么说这个龙 哇 这波龙最后没有人在处理的话 JD打得非常的聪明 是先处理掉 范普拉斯残余的队员 一个小纳尔想变疯狂地拍 最后把小天给拍死 大龙被黄子给拿下来了 哎呦 这个位置 林伟祥还有15秒不过 能不能撑住啊 就只能看众子哥 拉了四个人 还拍到了 放他自己的基地上 黄铁不得也 坐下来进攻 先倒 小薇抗了他 高地塔 有没有机会下掉小薇 下了 这边的一个辅助 没什么机会啊 这时候蜘蛛走出来 但是林伟祥还在比较远的地方 大招直接飞进来 这不能中门吗 挑挑掉了一个霞 看一下正片 再点 这波应该是没有机会偷掉的 把纳尔先处理掉 看一下瑞士的一个位置 这时候先上去追一下纳尔 纳尔要先处理掉 而最后哈拿一丝血 一颗二连 逃过 这波不能让他走 必须再给艾卡西亚暴雨 拿下下杀盗 补了很多经济 但是正面的门牙 好像是已经断过了 这波应该把这场进攻直接点 点的是 纳尔 但是好像没什么好机会 卡莎 R下去 卡莎有点急啊 想要强杀这种的一个小薇 哇 这波家里奥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卡莎已经飞进去了 那这波团战感觉就有点难了 哈拿过来做一个大招以后 纳尔进来 卡莎倒了 这波没有跟加里奥配合好 加里奥大招甚至都没有击飞到小薇 这时候林伟祥还是急进去 急着进去和对方 这一来对打输出 太急了后面几波 这样应该是铁一波了 一波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说你去指出 指责选手的时候 就现在我们要找问题 因为这找问题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来自LY赛区的一号种子 J-Team也再一次向我们应声了那句话 全球组织赛无弱旅 每一支队伍 每一个选手 每一个团队 都值得我们下来 来了 这个是最近他们练的比较多的一个 维加加牛头人 是我之前打排位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去玩 其实W的也练了这个英雄 这个是什么一个原理 就是在于小法师直接把人溢在里面 就是牛头一个W可以直接把人顶到那个边缘上 然后直接晕住 这样的话一套钢布连上基本上是吻杀的 是的 而且即使你有水银鞋的情况下 牛头再接一个Q 可以保证小法师的黑暗物质直接命中 这边摇的话 好像是真的把加辽又要摇去辅住了 有想法 这也看见都是有点晚 一技能放得非常好 皇子找了个角度 一Q闪漂亮 这个位置XBC直接没给这双跑路的机会 人都是被XBC拿下来 大幕回身又打一套 这位置感觉要打闪了 这波直接骗你的闪 我感觉他要是不玩这个心理 他直接预判Q闪杀了 给大激光继续闪 回身一闪 这波的伤害拉满 两个人也是抱着必杀的决心 这波人没了 一Q大招 大家聊的大随机而到 两个人在里面九头 看一个喵喵躲掉了对面的英雄登场 在回身杜朗户图炒猛到了三个人 杜朗户图结束 开用已经被融化了 这边边上的血量也不好 剑柏下来打了一个死亡闪 两个闪 收尾克这个人被拉回去了 没有 他底层的还是Q起来了 而且库尘尼闪见过去 组合对方小马回塔的距离 一套W战一连招 又可以开一个绝望之秒表 换掉了 没有 最后是压起身的一键没有回到 大不了 有把雷啊这个位置 两个人都不想让 先Q起来一个想杀 X蜜尼尼有一块表开起来 尼迈克从右边络过来对波 看见皇子死前干了一个大招 在一个黄金城镇 他还没有死 尼迈克砍了两个人身上 有个蝶火 尼迈克这波永远太下饭了吧 而且抬下来的三招 被蓝城逞到以后 被Kenny给收掉 这个上野这波下饭二连 你看尼迈克怎么死亡了吧 炸到 但W的叔叔拉得很满 虚空索帝还先机消耗了一下龙 龙的血量1600又要平常见 X蜜尼尼选择先上去 库尼尼的一个大招 大下来的时候 没有击费到任何人 聚会闪见大一一套 把W的这些打残了 W的这个血量不死也残 打不了团了 龙还没打掉 剑柏一个Q闪过来 击费它压锁 压锁这个先进去 腰机也没换掉两边 一换一扣 X蜜尼一个瞎逼一Q 而且你们看到了吗 大部分里面的好像大招 冲到了小法的扭曲空间上面 这个团也打得太丑陋了吧 这个Team Liquid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扣贼这些想要孤独凯瑞 但最终被New Clear的小法贴在脸上的 Q技能化成他的邪恶之力 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这个时候的吸血鬼 三剑打完 全失了 有减治疗 吸血鬼这位置开大招 血迟一交 牛头来接人了 大木老师一看 形势不对赶紧走 但是这个位置 Nagry有点尴尬 Nagry躲了两段Q 一剑直接刺死接近戳死 前面看着亚索也倒 而且牛头的位置又很尴尬 Q队跟Q虽然很便宜退去三个人 但是自己难逃意思 是Q队已经风险了 他要大龙了呀 再蹲再蹲 这个位置Barrion是有大招的 二连是Xmix Xmix这个位置血量很低 加量潮流潮流不错 但是已经被压缩接纳了 Xmix这边挂了点燃 回神交一个以后 自知已经走不掉了 而且加工踢的位置 不是特别好 这个E技能又被他给撞下了 浪漫继续打一套AOE 卡上安静来 有能第一次把他顶走 他赶上一把输出已经打满 再闪现 躲一个相反的E技能 大木老师再操作起来了 TRIPLE KILL 三杀入手 大师兄这一波 还要跟Nagry来做一个皇城PK吗 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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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理让TRIPLE全秀起来了 虽然一时间皇子被秒了 但可以看到皇子死前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先大招 然后闪现出去 再回头EQ出来 还有关键的是Jensen的那一角 那一角 那个魔影迷中 踩出的那个AOE 给到了DoubleLeap 大师兄进场收割的一个机会 我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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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要恭喜TeamLiquid 在自己小组赛的第一场中 拿到开门红 拿到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今天L3赛区的第一分 是的 恭喜TeamLiquid 现在还有20秒可以换 到底小炮跟 考不考虑 让小炮去对一手这个船长 因为小炮就点 别的不说感觉 点桶有一手 是 而且小炮前面推线船长 没办法 主要去吃肚层的话 其实也比较难 看他要哪一条线舒服吧 因为阿卡丽来中的话 那打妖机就没有相对 也没那么熟 我看到了 下一个前场 用手打招挂住感觉杀了呀 这个位置 这有点贪吧 你这波还跑到自闭草路去自闭一下 他应该感觉 他一直是刚刚原本是在塔 后面大概 220分钟再加400块 就是雪球特别慢 开起来啦 一闪接上控制链 这个位置眼看小炮没了呀 天牙也被击杀 这波不直接交伞 选择交W感觉是想出来了 没遇过这个小炮跳到 腰地点上 腰地不上来干我的对吧 但是被发现了 现场有个眼干 好像看到小炮了 二段彩克来 被回面车地贴上 一拍了位置 闪现多 团长大招通 甚至没打到伤害 被点燃 加上远程兵的一下便宜拿到 是 出问题了呀 哇 这反而是Splice进攻起来了 这陆维赛玩骚的感觉很好用 哇 这波又秒了 协调消失之术 太恐怖了 现在这个 鲁冬加大方的这个 哎 包围了 这个位置感觉要被撞下来 哇 实面埋伏这波交所有的问题 最后 大招还庆祝一下 大招还庆祝一下 送你同久 哎 这波 螳螂 被偷了一趟 没链到 一个偏爆发性质 以及他一个能够 哎 逮到了 哎 死了 哎 有机会 这波要继续留 有机会再勾回来一个 痛苦坚定有没有 TP已经交了 是来自于下注尼若是一个阿卡丽 但是正面大龙坑里面 两个已经过强了 哎 这波大龙要发财 哎 这波先交一个大招 然后拉开 但是 哇 Q被打残了 赶紧扔到自己的一个 迷雾里面 就用被动回血 阿卡丽回头 不敢给发财 好伤啊 这波是看阿卡丽在下面 两头直接逼龙 到底没TP 这波少一个TP 感觉龙只要掉了 这是听得拉的一个TP 没了没了 造到了感觉来不及 还跳过去 没抢到 鬼术妖狼 直接闪现回来了 是 小炮这边找到一个humanoid 想强打 闪现过去打爆炸火 能炸死吗 没有炸死啊 他R被那个勒夫兰 金花水月 所以毁灭射击 重置了自己的冷却了 是的 这是妖际的一个小机器 还想留 基罗是没有大招这波 没能量了 留有点难了呀 留住一个F 刺客就是跳不到后排 怎么办 来了来了来了 少一波机会 打鼻子插击 威斯插击大招放脚底下 一个桶子一炸 威斯被挂了 虽然还有个小雨魔刀 常常跳过来 但是威斯插击吃了口 小橘子 而且是要死被直接闪 让库麦给收掉了 这波只想杀1010 一个QC的过来 阿卡丽的9999 终于是闪到了第一个人头 一几年提到的 礼拜礼拜 这波感觉 纠缝都是在他扛不住 而且这波被迫要先斩 NOSKERREN 还有一个表 后面妖际在断后以后 一闪过来想要强杀ZING 这有一个9屯 有一个9屯的精神以后 ZING被炸了到了一个死亡的位置 小包在空中 直接被Humanoy的秒断 那是不是要一波了 一波了一波 凉土龙 这个拆打速度太坏了 是的 最后两个双子星塔 已经是硬身倒下 派格现在就算给他 再度刷新大招 也没有办法阻止 SPIOS 拿下我们今天 小组赛第一天的 最后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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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两个字 Galvis Maren 选手们也有些懊恼 确实我觉得 来到了全球能量赛的舞台 对吧 对手 往往可能跟你 在同赛区碰到的人 都不一样 这也是全球能量赛的魅力 和意义 因为我们每个赛区 拉出来的都是1.1的强者 但是正所谓强中自由 强中守 这其实还是我们说 即使我们看到今年的陆维赛 其实是跌宕起 但最终的结果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赛区 还是四大赛区 守护自己的军队 是